红红火火过大年,在年夜饭的餐桌上,一定不能少的红烧羊腿 那么怎样做才好吃呢? 今天分享最家常的做法,做出小时候年夜饭的味道 新鲜的羊腿已经让摊饭帮我处理好了 给它剁成比较大的块状 然后呢,冷水下锅,加入适量高度白酒给它进行焯水 大家一定要记住,给牛羊肉焯水的时候,一定要冷水下锅 冷水下锅才能更好的逼出里面的血沫和杂质 只有把里面的血沫处理干净 做出来才不会有异味,而且颜色好看,不发黑 撇去浮沫再煮五分钟 然后捞出给它进行深度的冲洗 再次把表面的浮沫给它冲洗干净 然后捞出尽量控干水分 还准备了适量生姜和葱 香料也是非常的简单 准备两个白纸,两个豆蔻,两片香叶 能吃辣的,搞点干辣椒 搞一个小碗,往里面加入半勺黄豆酱,增加酱香味 加入一勺豆瓣酱,增加红亮的颜色 点火起锅,开始烹饪 把锅烧热以后,往里面加入稍微多一些菜籽油 晃动锅子,让油润满锅壁 同时把菜籽油升温 油饰瓶中这样操作,加入一把花椒 给它炸出苦辣味 尽量给它炸干一点 把花椒炸糊里面的油才香 这个花椒就不要了 把这个生姜下入锅中给它煸炒出香味 紧接着,把准备好的黄豆酱和豆瓣酱 下入锅中给它煸炒出红油 炒出酱香味 然后把准备好的香料下入锅中给它进行简单的煸炒 然后把焯过水的羊腿到锅中用锅铲继续给它翻炒 这个过程在五分钟以上 炒出香味,让食材均匀裹满红油 然后加入半勺白糖 然后往里面加入半汤勺香醋 蒸香去三,解腻 保持中大火给它翻炒 尽量给它多炒一会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瓶啤酒 用啤酒炖的羊肉非常的好吃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啤酒不够,可以用清水来臭 这里尽量选用开水 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老抽酱油 给它辅助上色 半汤勺生抽或者味极鲜 把葱节也放入锅中 加入半勺盐增加底味 加入稍微多一些胡椒粉 蒸香去腥 再来点蚝油 同样提味增鲜 烧开以后转中小火 给它炖煮一个小时 好,时间到了 挑去里面的葱和香料 最后转入一个白色的大砂锅里面 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 也可以放一把青蒜点缀 也能增加清香味 那么这样一道 家常版的红烧羊腿到这边 全部制作完成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做法和耐心讲解 您还算满意的话 请给我加个关注点个赞 或者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最后祝所有的朋友们 新年快乐